Home Office,家庭办公室,是我们在美国报税的时候常用的一种节税的手段 也许你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哪怕是你业余时间开一个Uber或者是做一点小生意 都有可能用这种方式来省税的 我是北美绝经华有名,我在美国的萨斯州,向你问好 我们做房地产投资的或者是做小生意的人,有很多人是在家里面办公的 那我们每一年报税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去运用一种节税的手段叫做Home Office Deduction 它指的是你家里面有一个区域是你日常办公所使用的 那么这种时候呢,你有可能将这部分区域所产生的一些支出 产生的一些成本作为你的商业支出来做扣除 那这部分收入你是不需要去纳税的 这由此呢,就给你起到了节税的目的 实际上不管是你像我们这种真的每天都在家里面办公的 或者是你平时有一个什么业余的活 比方说开一个Uber啊 那么你在家里面办公或者你在网上做一些什么工作 是在你的主要工作之外的 你都有可能仍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给自己省税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好好说一说这样的一个节税的方法 首先呢,它的理念是刚才咱们说的 就是你家里面有一片区域是用作了你的办公场所 那么IIS它要求这个区域呢,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就是日常和独家的使用 这个区域就是你日常办公所使用的区域 并且是独家的 也就是说这个区域不可以说用来处理你日常个人生活的一些事情 这个区域必须是专门用于你做生意上面的事情所使用的 比方说接听客户的电话呀 或者是寄你公司的账目啊 等等这些工作那属于是你工作上面的事情 如果你在这里跟老婆孩子打电话聊天 或者是做个人的事情 比方在这看电视啊,打游戏啊 那不行的 这个区域就必须是独家的专门用于你的办公的空间才可以的 第二呢,就是这是你的主要办公场所 那这个关键词在于主要这个词上 它不可以说是你还有另外一个办公室 然后在这呢,也做一做办公,它必须是你的主要办公场所 或者是你在这里见客户 或者是这个区域是你家里面单独建起来的一个家建的区域 比方说你在后院建了一个小房子 专门用于你的日常办公 那这种情况也是符合的 当然呢,这里面也有一些例外啊 比方说有些人,也许是医生啦 他在外面是有一个办公室的 他去见他的病人,见他的客户 但是回到家里面,他会有一个空间是用于做一些行政工作的 那过去一些年的税务法庭的案例呢 他实际上是支持这样的一种情况 仍然是作为你的home office的 只要说你这个区域是用作行政工作的 那么仍然是可以去做home office detection的 所以实际上他的要求是相当的宽泛的 你应该去问一问你的税务师 你个人的情况究竟是不是适合做home office detection 可能这个结论或者是你的CPA给你的答案是超出你的意料的 原先你认为自己是做不了的 但是只要你业余再做一点什么活 就是在你的日常工作之外再做一点什么活 你都是有可能去做这个home office detection的 问一问你的CPA 首先呢,我不是CPA 我现在跟你讲的并不是针对你个人的税务建议 但是我相信你去问一下你的CPA 可能他会说,这个人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他是给了你一些启发的 好,那具体到我们怎么去计算我们每一年可以去扣除的这个额度 是有两种不同的方法的 一种是传统的方法 传统的方法的理念是这样的 比方说你家一共有3000平方英尺 那这3000平方英尺当中有多大的面积是用作了你的home office 比方说有300平方英尺是用作了你的home office 那么相应的你会按比例去对你这个房屋的一些成本支出来做计算 那这个计算出来的金额就是你可以扣除的那个金额 比方说房贷利息、保险、水电费、维修、折旧 所有这些都是可以看作你的支出的 那在这个传统办法之下 其实它的计算就会相对的麻烦一些 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计算方式 比方说刚才我所计算的那种方式 它就是纯粹按面积的比例来算的 也有人是按照房间数量的比例来算的 比方说你的房子一共有四个房间 那么你用了其中一个房间来作为你的home office 那么你就是用了四分之一的面积来作为home office 也有人是这么来算的 那这个当中还有一点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就是因为你可能把你的房屋的折旧 每一年都算进去了 那么将来你在卖房子的时候 有重要的一个概念 叫做depriation recapture 就是当年你做的那些折旧 现在我要把它算回来 你重新是需要就这部分折旧去交税的 所以你可能在卖房的时候会面临更大的一个税单 那么这件事情你怎么来理解呢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把它理解为 你就相当于从税务局那去借了一笔钱 这笔钱是临时你不需要交税的 那么将来你在卖房的时候 你要把这笔钱呢 去还给税务局 那对于你来说 你从税务局那借了一笔钱 划不划算呢 这就是你自己去做判断的一件事情 通常我认为是划算的 因为呢这个钱你一方面要么就是现在你交了 要么就是N年以后交 那当然是后面交应该是更好的 好 这我们讲的是传统的方法 那在2014年开始 IS又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是更加简单的一种计算 Home Office Deduction的方式 它就用一个单一的一个价格 每平方英尺5美元的价格来跟你算 比方说仍然你的使用的 Home Office的面积是300平方英尺 那就是300平方英尺乘以5美元 就是1500美元 实际上它要求你的最大的 允许你最大的面积就是300平方英尺 所以你一年的Home Office Deduction 最多呢按照简化的方法 是可以扣出1500美元的 那除此之外 实际上你的房产税房贷的利息等等 这些Deduction 仍然是可以在你的1040表的 Schedule A上面继续去做扣除 是不受影响的 在这种简化方法当中呢 也没有去做 刚才咱们说的你的房屋的折旧 那相应的在你卖房的时候 也不会涉及到 Depression Recapture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简化的方法呢 在各个方面都是更加的简单的 它不会具体的去计算你这个Home Office 它实际产生的那些支出是多少 那些成本是多少 它不会计算 它只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字去计算 所以这是第二种方法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取决于你的法律实体是哪一种结构 那么你在做这个Home Office Deduction的时候 实际的操作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你是一个个人 你用Soul Preparatorship去做你的生意 也就是说你没有在州政府那边去成立一个LCS Corp 或者C Corp来专门做你的生意 而是完全用个人的名义来做你的生意的时候 那么你仍然是可以来做这个Home Office Deduction的 这个时候呢 你的这个部分的Deduction呢 是体现在1040表的Schedule C上面 如果你专门成立了一个LC来做你的生意 而你的LC是一个Single Member 也就是说只有你一个成员 那这个时候你的LC是一个Disregarded Entity 这种情况下呢 仍然是在1040表的Schedule C上面来体现的 如果你是和别人合伙做生意 你们多个人成立了一个LC 那么这个LC它在缴税的时候的类别是Partnership的话 那么你的在报税时候Home Office Deduction呢 是体现在1040表的Schedule E上面 好 那如果说你的LC呢 它是按照C Corp来纳税 或者说你干脆成立了一个C Corp 或者是你成立了一个S Corp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严格来说啊 并不是用Home Office Deduction来做扣除了 就是这个规则实际上是利用了另外一种规则 但是非常的相似 因为你个人这个时候是你的C Corp 或者是S Corp的Employee 也就是雇员 你作为雇员的身份呢 你使用家里面的一个位置 一定的面积作为你的Home Office 那么这个时候公司呢是可以就相应的支出相应的成本做报销的 它就有一点像是公司付给你房屋的租金 但是呢注意它又不是市场价的租金 如果是市场价的租金的话 那么你收到的这个租金你个人仍然是需要去纳税的 所以呢整个算下来跟你做不做Home Office Deduction相比 还不见得会真正的有什么好处啊 就是你去做这个Home Office Deduction和不做事 不见得在税务上面会有直接的差异 或者是有很明显的好处 但是你可以做的是什么 你的公司给你的不是按照市场价的房租 而是就你个人的成本来做报销 那这种时候公司给你支付的这笔钱 你个人收到以后是不需要申报 不需要纳税的 而公司那一头呢是可以把这个支出呢 作为公司的支出去做扣除的 那由此呢也就省了税了 所以那我们说下来 你会发现实际上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 你都是有可能利用到Home Office Deduction的 但是请注意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啊 比如说你有多个生意 像我自己是有多个生意的 那我可以把Home Office Deduction用几次呢 只能用一次 只能用在其中一个生意上 你不能说你有三个生意 你有五个生意 然后把这个Home Office Deduction用三遍五遍 那是不可以的 只能用一次 但是如果你夫妻俩分别有生意 那么你夫妻俩呢实际上是可以分别用的 丈夫用一次 这个妻子用一次 但是还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们俩还必须是 使用你们家里面房屋的不同的位置 不能说你们俩合着用一个区域 然后这个区域做Home Office Deduction 做了两遍 那是不可以的 你们必须是两个不同的区域 然后分别做这个Deduction 是可以的啊 还有呢就是有朋友可能会问到 那我如果是租房子住 有没有可能或者是是否允许 用这个Home Office Deduction 答案是肯定的 就是不管你是租房 还是拥有自己的房子 都是可以用这个Home Office Deduction的 所以是不是要重新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呢 去问一问你的CPA 我是北美绝经华永明 我与你一起绝经美国 如果今天的视频给你的一些启发 让你获得了一些新的知识 记得点赞 记得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你们很优秀 咱们下期再见